低碳永续家园为了让社区无死角 能够让社区有更好的居住品质 豪连县环保局提供寿丰村发展协会 二十盏低碳路灯 安装与社区的巷弄 让寿丰村的社区在夜晚也能够照亮街道 打造社区无死角的安全生活环境 近几年寿丰社区发展协会 为了打造友善的生活环境 为当地居民在早田沟北侧以绿美化 低碳为主轴的生活休闲公园环境 争取到华丁县政府补助 低碳节能的路灯 照亮社区死角 提供社区居民优质休闲的环境 今天陪同我们张怀文议员 以及我们辖区所内的张所长 那么一起来会堪 我们即将要跟我们环保局 争取的这个二十几盏的太阳能探照路灯 那么我们希望能够装在我们社区 在朝田桥以北 那沿线装下去 希望能够点亮我们社区 在黑暗的每个角落 我们都希望给它亮起来 让我们社区的治安能够更美好 而受风分住所也向现议员张怀文 争取到道路监视器 让民众生活更获得保障 这个要十分感谢我们张怀文张艺作的大力支持 在经费十分决定的情况下 还愿意把经费拨拢在我们社区的治安 这边在在都是针对我们这些警力不足的地方 给我们大力支持 相对对治安的维护是有很大的帮助 从低碳节能的路灯与道路安全监视器 现议员张怀文表示 舒适而绿美化的公园绿地 是提供社区长者能够安心舒适过生活的重要指标 未来也会积极与社区发展协会合作 争取更多的体建设施 让民众能够维护自身的身体健康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导 区 Inter Já Planning 一天 协论 核给